原警在路口放射三角錐 要車輛改道 用路人經過一看 原來是路旁的樹木枝杆斷落 占據了原本的車道 造成大塞車 這是台中太原路和梅川東路口 午後突然下起大雨 通過當時監視器 可以看到一台白色轎車才剛通過 路口大樹枝杆突然斷落 雖然沒造成人員傷亡 但停在路旁的一台車 還是被波及到 原警到現場先封鎖了半個車道 疏到車流 並且請市府趕快派人到現場清理 由於段落質感不小 陽光處罕環保局 還派出了小吊車才清理乾淨 花費了將近兩個小時 才將現場的狀況排除 何行 無聯宏林輝台中報導 哈囉 我是張新聞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 歡迎收看我們YouTube頻道 歡迎收看我們YouTube頻道